油脂的味道 然後還有那個五花肉有沒有 吃進去那個層次 哇 真的很棒 我很久沒吃到這個 如果哪個都會拿掉 你覺得可能就 會好一點 營養比較不適 你可能要整個都拿掉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羊叔Ziky 今天呢是全家最夯新品的 不推薦系列 如果想知道推薦系列 該怎麼吃比較適合的話 記得點滴右上角影片 去看一下上一集的內容喔 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些不推薦系列 不要不小心踩 它雖然是最夯新品 但如果你想要兼職 這些可能還不太能吃 還有一款呢 是我意料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這款 它竟然不太能吃耶 萬一我沒看營養素 我也是不會分辨出來的 所以到底是哪些呢 記得看下去吧 Let's go 第一款 番茄蛋洋芋握沙拉 這款呢就是 在我只看名字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欸這應該很棒吧 結果我看了營養素 欸 要稍微注意一下囉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每一份呢 重量140公克 熱量249大卡 蛋白質8.7公克 脂肪13.2公克 飽和脂肪2.7公克 碳水化物24.1公克 糖5.6公克 納然量353毫克 如果以總熱量來看的話 可能沒有什麼 就大概240幾大卡而已 但如果在相同的熱量情況之下 去做比較喔 在同等的熱量情況下去看 它脂肪的量 就型比較高 蛋白質只有8左右 脂肪呢是13左右 所以脂肪呢 比蛋白質多了快一倍的量 這就是為什麼 比較不推進它的原因之一了 那裡面呢 主要可能就是那種洋芋 它裡面那個醬 在吃的時候那款 欸它比較creamy一點 它可能會加了奶油 它吃起來比較好吃 它可能會加了糖 這些就是讓它整體吃起來 為什麼熱量會比較高 原因之一了 然後這款呢 它是直覺生活裡面的 就是來自全素系列的 在上一集影片中 我們跟各位講 如果你想要吃素的話呢 記住了 脂肪盡量不要超過蛋白質的量 它是比較適合 選擇一個素質 想減脂的人 的一種方式 我個人認為啦 吃素沒有不好 但如果你因為吃素 各種營養素的缺乏 像是會有B群的缺乏 或者像是你的蛋白質 或者吃不足 或者過多的油脂 泰水過高 這反而就是一個不健康的點 那我認為你吃素OK 但這些營養素 你都要先顧好 所以一般的人 如果你是吃溫的人 你想要吃素 可能救地球 救環境等等 我認為你可以吃方便素 或者固定一週吃一天的素食 這就是最好的方式 還可以平衡你的營養素 它吃起來那個蛋呢 沒有很柔 那主要是旁邊的外面呢 它呢 像是有一點 美乃滋或蛋黃醬 混在它的旁邊 可以吃得出來 食材本身的味道 跟醬是獨立的感受 這個真的還好 我也想拿第二次的那一種 這個我給它大概 三顆星的評價 好啦 沒有 這應該只有兩顆星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 第二款 贊奇胡麻烏龍冷麵 它每份重量247公克 熱量361大卡 蛋白質7.2公克 脂肪10.1公克 飽和脂肪2.2公克 碳水化物60.3公克 糖5.4公克 那含量598毫克 為什麼會不會推薦它呢 很清楚嘛 它就跟涼麵啊 冷麵啊 其實都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只有麵 所以我不喜歡吃那種 只有蛋一皮醬的一個食物 所以是主要它不推薦 它就只有澱粉 那它澱粉碳水化量呢 是60公克 大概是一碗飯 所以它裡面的蛋白質 其實就是它一點點的 但是跟那個麵裡面的蛋白質 所以它也沒有蛋白質 它也沒有什麼蔬菜 就想玩花幾片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 額外再加其他的東西進來 欸 它就不錯 但很貴 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不推薦你 買這種當成餐點的主要原因的 甜椒 吃一吃吧 感覺目前這樣子碰到麵的感覺 是很Q彈 它吃起來真的有像現場吃的麵 是有Q的 它是滿有嚼勁的 胡麻這樣吃起來味道很大 會感覺比吃人家麵又更高一個等級 我覺得這款很不錯 就跟你去吃那個王歸之麵的那種麵 感覺是一樣的 那是Q的 真的是OK的 這款我覺得我會給它四顆琴 好吃 第三款 香腸燒肉雙拼 這款就是我在超商場的時候 真的是你猶豫不決 想吃什麼東西的時候 會不小心被它給吸引 然後給它拿走了 然後看著一看營養素 唉 摸摸要放回去 但如果我有時候就是在自己騙自己 啊 我不看營養素先吃再說 我就會想說吃看看這一款 它每一份呢 份量呢是250公克 熱量463大卡 蛋白質13.3公克 脂肪15.3公克 飽和脂肪5公克 碳水化物68公克 糖6公克 納含量748毫克 它其實就是一個像握便當的一樣 然後熱量呢不到500大卡 唉 看似不錯 但是呢 因為香腸的關係呢 它油產量比較高 香腸 燒肉都是屬於這種 脂肪含量比較高的蛋白質 其實它比較不適合我們在兼食期間來去吃它 盡量選擇營心食物為主的東西 所以你看像這種香腸的加工品 我就盡量不去挑選它 在可以選的情況之下 盡量去做改變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來試吃一下這個香腸燒肉雙拼 它的燒肉是那種五花肉 你咬下去 香辣香辣的 然後味道很夠 它用雞蛋的蛋香 香腸的那個 油脂的味道 然後它的那個五花肉有沒有 吃進去那個層次 哇 真的很棒 我很久沒吃到這個 可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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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以評分這種飯品來看 這整體的分數我會給它到五顆星 它真的很好吃 如果哪個都會拿掉 你覺得可能就 會好一點 營養了 你可能要整個都拿掉 第四款 彩酥養育三名字 這款呢 它也是直覺生活 我們一樣比較不推薦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營養素的問題 它每一份的重量是123公克 碳水化物30.3公克 蛋白質5.8公克 脂肪10公克 保養脂肪1.8公克 那樣344毫克 糖6.4公克 其實各位會發現 就像我在上演物影片中 都會講到 素食啊 它就是會有這個 脂肪含量 一定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畢竟呢 它沒有辦法養動物性的蛋白質 自然而然它的香氣 味道 它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為了讓它口感啊 味道更好吃 它會放更多的油 這是為什麼很多的素食產品 它油脂都比較高 像剛剛這款 二脂肪含量就是蛋白質的一倍 這就是為什麼 相對來說 它是比較不好的選項之一了 來吧 吃看看 它有那個洋芋 Bendy裡面還是 裹在那個馬鈴薯泥上 它感覺的食材是有吃進去的 不會感覺是 醬是醬 菜是菜 然後料是料 它有合在一起 所以味道還不錯 這個分數1到5分 我會給它3分 因為至少它醬跟食材有合在一起 如果我再買一次的話 絕對不會有第二次 但有比大家那個 另外一個捲餅好 第一次 是啦 在爛中比太好 哈哈哈哈 好假的 我真的覺得不好吃 最後一款 醬香植蔬乳排 其實它就是白骨本的概念 欸 可是它是素的喔 如果是素的話 它一定是那種大豆製品 然後再去把它做出那樣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也是 很多的加工過程 如果它是肉排的角度來看 它就像是我們的乳排骨 它一定都得先炸過再滷過 這一份的重量是401公克 肉量634大卡 蛋白質18.8公克 脂肪20.5公克 飽和脂肪3.2公克 碳水耗就是3.4公克 糖5.6公克 納含量938毫克 所以它的脂肪含量呢 一樣還是比較多一點 但還不錯 至少跟蛋白質有一點點差不多 這是它值得欣慰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吃起來好不好吃吧 它肉燥吃起來是那種香菇素肉燥 就是那種香菇香的 拼鹹一點點 耐可接受 它的肉像吃到那種豆干 然後是很紮實的 然後會有像肉的口感 它壓的比較密比較實 然後它的醬香都有滷在裡面 味道還蠻不錯的 吃起來的第一口呢 你不會覺得說 喔這是素肉的感覺 不過它的番茄蛋很好吃耶 它感覺有放到一點點薑的味道在裡面 它的爆味道給提出來 然後 醬呢是那種 番茄然後偏甜的那種番茄炒蛋 然後蛋也好吃 欸真的還不錯 這款呢以素質的角度來講呢 我覺得它蛋白產量 有20幾克 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補充多一點的蛋白質的話 這款是一個不錯的一個主菜 那如果想要知道呢 到底有哪五款是推薦的話 記得看三一集的影片喔 而這款呢整理再看 我們還是屬於不推薦的 但好吃指數有四顆星 以上五款呢就是全家的最夯新品呢 五款我比較不推薦來堅持的時候吃的 那我幫大家做個簡單的三個總結 第一個 再選擇像那種 小的一點的三明治啦 或者是捲餅啊 我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整個激素已經不高了 我們不希望裡面的這個肉類 或蛋白質這種主食啊 你還選擇一些像是澱粉類的食物 像是洋芋沙拉 那你就數這種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就比較不適合了 第二點 就是我們要注意醬料的部分 我們講過非常多次 如果可以盡量選擇 醬油比較清爽一點點 像和風醬 或者是沙沙醬 或者是像是黃芥末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一種醬料選擇 那如果呢 像你選擇像今天的這種胡麻醬 它整體的熱量 香料就比較高 因為可能本身食材吃起來 熱量不高 但因為你那個醬料呢 比較多 所以導致呢 它熱量又被拉起來 第三點 我們盡量選擇的製作過程呢 越簡單的越好 像是裡面的香腸的加工製品 或者像是剛剛講的那個鹿排 這種呢 都是可能有多種的加工 或者是它是加工品 我們呢 比較不推薦 我們希望呢 如果你都已經吃了超商 既然選擇原型食物為主 那可能才是更好的選擇 相對來講呢 負擔也會低了一些 那如果呢 你想學習更多的 跟減脂結合生活的方式 偶爾可以吃個超商 自己備餐 甚至去吃外食 吃餐廳的時候 都可以更好結合在你的生活當中 你還可以減脂成功 想學習更多的話 點擊下方的免費課程 有40分鐘的完整點 保證你學完之後呢 會有很清楚的 大方向的概念 看完課程之後呢 有機會獲得我們 一堆營養團隊資訊的機會喔 今天影片呢 就是全家最夯新品的 五個不推薦的 請各位呢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哪一款 是你真的想要嘗試看看 好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